Coucou,我是Charlotte 今天呢想做在法国同学那儿学到的日常用语的第二集 今天会讲五个比较小的知识点 但是就平时和同学聊天就经常能够听到 第一个呢是 Se prendre la tête Se prendre la tête呢其实就是生气、恼火 比如说 Se prendre la tête 其实意思就是这件事情让我特别生气 让我特别恼火 也可以说 Se me nerve Se me nerve也是有类似的意思 第二点呢是 口语当中会说到很多 Se chou 好像是chou chou好像是那个cabbage的意思吧 Se chou好像就是可爱 然后也有棒啊好啊的这些意思 然后他们也说那个shouette shouette呢就是棒的 Se chouette 比如说 上次我一个法国好朋友发短信 我跟他说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他就会说啊太可爱了 其实就是你太可爱了 就这种意思 第三点呢是saye sa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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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指事情完成了 比如说你作业做完了 你就来一句saye saye 就是我把我把作业做完了 第四的一个呢是unpack unpack unpack是一个形容词 unpack 意思是可以理解成parfait 就是完美的或者说特别好 比如说 你朋友问你sava 你说unpack 就是特别好 或者你也可以说 有另外一个形容词叫nickel nickel的话我之前好像学过 意思是完美的的意思 当时有时候你说c'est nickel 就是相当于说c'est parfait 就是特别好的意思 第五点呢是一个词语 有一次我和法国朋友聊天 他用到了 是nuance nuance呢中文意思是细微差别 比如说你和你的朋友聊天 你说比如说哈 酸辣粉和螺丝粉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你就会跟他说 那完全不一样 这是有差别的 你可以说是有细微差别 虽然说不是细微差别 但是在这个例句里面 我们就说它是有细微差别 就说as nuance 就是有细微差别 当你就是想要 嗯说说明两个东西 两个事物它们之间是有差别 有细微差别的 你就用nuance这个词 ok希望这一个视频有一点帮助 下次见 阿都 好